山海经南山经有记载 一座叫令秋的山不长草木 但是到处有火在燃烧 山中有一种药长着人一样的脸 它有四只眼睛而且还有耳朵 形状像猫头鹰 它发出的声音就像在喊自己的名字 它一出现天下就会大汗 它的名字叫做鱼 大家好 我叫戴星墨 在我这幅画中 它们分别是青鸟 鹿鼠 父皇和城皇 青鸟古代帝王的象征 它还可以驱邪避灾 所以可能在古剑中上 你们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这条青红龙的身体这个鳞片 都是用银锡马克笔挂的 然后这种是用剑片做出来的 最后再用银锡马克笔 可以找出严肃的咚 它钢啊 再点放点啊